你的小脏脸 我妈呀 文革我们家被扫地出门 我妈就没安全感 一睡觉把她的门是层层 一层一层一层锁上 她那都老式的门 全是那种铁的那种 插销 一插销她就关死了 别人都进不去 昨天晚上 我不是带狗出去玩吗 我那狗呢 可能在街上 我妈就嫌脏 脏可能给她擦她身上吧 所以她就睡得完 平常早上四点 她就起来扫院子 我都习惯她扫我们家园子 结果 结果今天没事 她门我又进不去 所以我得砸开两道门 我才能到里边 我把她纱窗给拆坏了 哎呀 人一老了 就没安全感 如果所有的老人都没安全感 好多是人在家中做货 从天上来 我有好多粉丝都喜欢我 喜欢我就喜欢用我的头像 用我的名字 用我的logo 我一直没反对 因为我知道 那些人都没有实名认证 就是说没有身份证 没有什么 现在在中国 要想实名认证一个人 你哪怕是图像计时认证 都让你张张嘴 摇摇脖子 是吧 眨眨眨眼 因为好多有人都死了 还拿着她爹 她爹肯定是高干的 一个月八万十万的那种 去在那蒙钱 所以一定要眼睛眨眨眨眨 脑袋晃晃 你证明你还是个活物 我在政法大学的时候 我是中国政法大学摄影学会的创始人 那是1983年 1984年 然后那个 我当时照相老个人发生冲突 我就仔细研究这个摄影权限的边界 后来大概是在85年左右 中国就颁布了一个民法通责 民法这件事 江平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有个雕塑家给人塑像 他要把这个时代的著名任务全塑了 好 当然他塑的都是敏感人物 其中就有江平 他把这江平塑好之后 政法大学拒绝把这江平摆进去 所以现在江平这项就摆在江平他们家 这雕塑家也给我塑了一个 我这就摆在我们家房檐的底下 因为我认为 我没那么敏感 我也不想因为敏感人物被塑一项 但这个人像很重要 平常老百姓老说 你侵犯我肖像权了 什么是肖像权呢 中国只有民法通责第一百条 里边涉及到肖像 原话就说 未经公民允许使用公民肖像 且盈利的侵犯肖像权 就说明这个肖像的这个权力被侵犯 有两个要件 第一 未经人允许使用了 我拍照的时候 我还没使用呢 我只是拍照 这是第一 第二 就是啊 用于盈利目的 你去盈利了 如果他不构成这两点 同时构成这两点 这肖像权就没有 至于公共人物就没肖像 比如我 是吧 虽然我31年让我在家养病 但我31年 仍然给新华社发稿啊 我仍然掌握着公权力啊 我掌握公权力 我就是公众人物 公众人物就没有肖像权 尤其是我在公共场合的时候 你是公共种人物 但是那公众人物 如果他不再是著名主持人了 他也没有公权力了 他已经回家当教授了 还有人把他过去的脸 把他过去的东西拿到墙外 他可能还翻墙 他知道墙外 我是从来不翻墙的 我在墙外没有任何东西 没有任何东西不准确 我在外国工作的时候 注册过推特 但是我不翻墙 回中国 我就控制不了我推特了 我不知道怎么翻墙 老有人来教我 但教我的人我不认识 我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人 是给我下套呢 还是什么人 所以我就不翻墙 我只在墙内 好多人喜欢我说话 喜欢我拍的照片 因为我这个呢 都是我个人的 版权都属于我一个人 今年不是今年年 去年我跟小C 我们俩合伙 告过腾讯 腾讯 未经我允许 把我的脸用于盈利目的 弄了好几个公众号 一打赏就十万家 一打赏就十万家 我没小C那么高觉悟 我就是觉得 本来该我 我脸 拿我老脸卖的钱 结果腾讯给卖了 我就想把他们侵犯我肖像权的这部分收益给拿回来 拿回来 我要把这钱捐给武汉人民 捐给湖北人民 捐给中国人民 捐给世界人民 我不翻墙 在网络法庭开庭的时候 本来小C要来的 小C来 小C来 脸比我有名 我想趁机 普德哥的是律师 我就想老普 我小C 撒脸在一起 点击率高 有利于我索赔 但小C临出来 忽然口渴 喝茶去了 没来成 没来成 我只能起诉 腾讯 侵犯我的脸 侵犯我的肖像权 从不翻墙 喜欢我东西的人 你们转载我没办法 因为我说话 就老有人转载 转载我管不了 但是我要让各方面 有关部门知道 我不翻墙 我从不翻墙 我连翻墙转件 是怎么回事 我都不知道 大家都不wicats 母带 转转